以鼎興樓宇案揭比較大的一個月案揭為例 之前大概是0.1的位置 最近上去是零碟三樓上的超過16個月的高位 很多人都會問你 這個向上的勢頭是不是已經開始了? 向上的勢頭就是開始了 因為最主要就是持續加息 再加上他們那邊的通帳其實都挺高下 其實不同的分析報告都在說 他們的加息週期應該會快些和急些 為什麼呢?因為上次的加息週期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印銀子和量寬 時間性第一次是比較慢一點 就沒有那麼進取的 但是這次其實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那個量寬速度和減息的速度 比上一次來說是快很多 而且時間是較短一點的 所以回頭看 其實它上一次整體的通脹目標 都是2%以下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到 但是這次其實他們自己的 通脹就是4%以下 其實已經破了位 其實已經是最近一次到7.9%了 其實在市場上看 其實通脹和利息完全是好像 兩邊都好像不搭嘴一樣 那麼利息太便宜了 其實在美國那邊的負利率其實是很誇張的 其實如果有些朋友投資在美國買樓 其實都看得到樓價都升得很厲害 所以變相來說 其實他們都要在一個理解 和在市場上那邊要走回那個主導地位 其實他們都要調整那個息率走勢 包括其實它在聯儲局 或者是聯儲局銀行裡面 其實很多委員有投票權的那些 其實上兩次已經是說 剛剛過去那次應該是加零業務的 但是這麼巧 這個時候又有俄烏事件 其實影響到他們的那個前瞻性 其實都可能要再去觀察多一點 所以它上一次剛剛過去的那個加息 就是加了0.25%而已 但是接下來那幾次 其實在市場上都在提及 下次5月5號那次 其實應該是要加0.5%的 如果它一次是加0.5%的話 其實因為香港本身都是有聯繫匯率在下面 其實它雖然未必完全一樣是同步的 那好像剛剛香港金管局主席余生都說了 其實它因為香港本身的資金都較多些 所以它未必會同步即時去做那個加息 那它不做加息的影響 其實拆息就會好些少的 因為香港剛剛也說了 其實錢都相對是多的 其實有很多叫做油資 或者是早排的時候 有些中國的回歸 那些資金都派出在香港 那整天在這個結束裡面 已經有三千多元在那裡 所以其實那個拆息 其實大家都是在享受 超低息一段時間了 其實都在0.1% 0.2% 0.3%左右 但是近來其實已經看到 開始是上回到0.3%了 其實跟我們之前預計的第一季裡面 在0.4%下游走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自己看下一季 即是說到可能6月在它加息之後 就有機會上到0.6%至0.8%之間 那為什麼呢? 因為它下一次又有機會 那為什麼呢? 因為它們在說下一次5月5日 它們可能會再一次加息 而且是加到0.5% 0.5%加0.2% 現在有0.2%到0.75%了 其實那個息率在美國那邊 去到0.75% 在香港天窗 就應該可能去到0.75% 可能去到1.幾% 所以變相來說 其實是有那個 測息向上升的壓力 其實近來如果大家有去做存款 或者去銀行那邊去聊聊天 其實它們一直在推銷你 是做多一點 對 因為它拿多些錢 除了資金在銀行結余裡面是多之外 其實在銀行本身 其實它們自己的銀行那些 想多些現金在這裡 因為如果它現金不夠的話 其實它就要去到問那個 其他銀行做的那個賊借 對 同業賊借 沒錯 當同業賊借借得多的時候 其實就會慢慢慢慢向上爬 其實在上一次來說 其實它那個剛剛 每一次直升機地升上去 是慢慢慢慢地反覆地向上升的 可能上次去了16個月高位裡面 是0.312左右 其實這兩天慢慢慢慢地跌了一點點 去到是0.2左右 其實在這個位置再走多段時間 其實再上去的時候 圖都看得到 它彈上的時候很快 可能在一個禮拜裡面 可能已經去到0.5、0.6的那個位置